觀眾朋友們好 歡迎來到慧眼看中國 我是甘露 黃港村是深圳名副其實的土豪村 也是曾經赫赫有名的二奶村 這裡曾經美女如雲 她們的男朋友都是往返香港與深圳之間的香港商人 白領人士以及貨櫃車司機 最誇張的時候 黃港村一個村有5萬名二奶 當時的二奶村充斥著按摩店 隔五廳 酒吧 夜總會 色情產業一條龍 被香港人稱作內地 世外桃源 近年來 由於經濟不景氣 香港人飽受失業減薪之苦 連曾經盛極一時的包二奶之分也逐漸退潮 黃港村與香港只有一和之隔 聽上去是一個村 實際上這裡基本上就是城市的中心地帶 這個擁有700多年歷史的村落 現在是人們口中最豪的城中村之一 黃港村的排放 群龍盤踞石柱 獅子利於柱錢 花紋繁複 極其奢華 從遠處望去 都忍不住感嘆一聲 的確 是有著和其他城中村不同的氣派 在上個世紀90年代 深圳借助毗零香港的獨特地緣優勢 憑藉特殊政策和優惠措施 引領中國的改革開放 大批的港台及外資企業來深圳投資建廠 資本進來後 自然就有一大批港台的投資者和經營者接踵而來 深圳作為中國經濟特區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 同時也吸引了數以萬計的打工仔湧入 其中就不乏年輕貌美的女孩 這些大陸女孩 往往來自農村 有一些比較淳樸 習慣艱苦的生活 比較容易相處 這些農村女孩為了減輕父母的壓力 幫襯兄弟姐妹 他們在十幾二十歲的青春年華便肩負著養家的重任 外出謀生 當時深圳工資 物價普遍偏低 這些富裕的港人只要花4000至8000港幣 就可以在深圳城中村包養這些年輕女子 很快包二奶在深圳流行起來 所謂的二奶村 是指被那些富有男性用於安置其非正式伴侶的住宅區 在中國經濟飛速發展的時期 一些富有的商人和官員為了避開妻子的視線 會在城市郊區建立這樣的秘密住所 這些城中村因此成為了一種特殊的社區形態 一度被視為奢靡生活的象徵 黃港村的這地方靠近黃港口岸 而這個口岸是當時深圳過關到香港的重要通道 來往於黃港口岸有這樣一群特別耀眼的人 他們出樹帶著大金鍊子 拿著大哥大 操著崗位普通話 出入黃港村最高檔的飯店 身邊往往還坐著一位年輕貌美的女士 隨著這個風流軍團的擴大 一些位於深圳羅湖的花園住宅 如以錦花園 錦爐花園等樓盤 因二奶相對集中而聞名 90年代中期 深圳中心區西一致福田區 上沙村 下沙村 沙嘴村 水圍村也成為少部分港人金屋藏郊的首選地 香港人包養二奶的普遍和公開程度 在華人地區可算得上首屈一指 據香港人類學家譚紹威教授估算 90年代末 每六個在大陸工作的香港男性 就有一人包養了內地老婆 包養二奶的港人不一定是大老闆 也有一些一個月收入幾萬港幣的打工一組 香港作為港口城市不僅擔任著大陸和西方 經濟貿易往來的神經中樞 還充當著大陸與臺灣聯繫的紐帶角色 當時的香港 是全球數一數二的自由貿易港 也是全球物流中心 又有免稅港的優勢 香港有世界上最繁華的貨櫃碼頭 各種服務行業隨之興旺起來 當時香港的貨櫃車司機 出租車司機 月薪已經達到了上萬港幣 黃港口岸是中國貨車入出境數量最多的 客貨綜合性公路口岸 也是中國第一個實行24小時通關的口岸 中港車的往來於是十分繁忙 最忙的時候 中港車司機24小時不著家 這時深圳便興起了包二奶的現象 每到晚上靠近黃港口岸的黃港村 上沙村等地 小路兩旁停滿了大型的貨櫃車 司機早已奔赴金屋藏郊的愛潮 這就是老深圳熟稱的二奶村了 當時情力的香港貨櫃司機的月薪達到3萬港幣左右 這對當時從其他省份前來深圳打工 一天到晚不停地加班 一個月大約只有1000元薪水的女孩子 有著一種致命的誘惑 令人唏噓的是 當時的二奶產業已經完全公開化 求包養和包養毫無忌諱 有的香港商人也公開招募情人 而且二奶產業中竟然也實行推薦制 當一名已經成為香港男人情婦的大陸妹 知道情婦的朋友正想在內地找一個情人時 就會推薦自己的堂姐妹或閨蜜 這些女孩子往往在同鄉的撮合下 便很快成為香港司機的二奶 港人會租個離口岸很近的房子 每個月給二奶大概四五千元的生活費用 每天這些二奶除了等候貨櫃司機回來 匆匆歇息一下 剩下來的日常便只是跟姐妹逛街 打麻將 比誰的金主給的家用多了 當時很多來往大陸做珠寶 服裝生意的港商 也開始跟風在深圳這邊 養起了第二個家 除了農村打工妹 逐漸的大陸女學生也成為二奶的主要來源 女大學生就業難是個不爭的事實 特別女性還會受到用人單位的歧視 剛跨出校門就面臨著失業的危險 有的上學期間還申請助學貸款 家境不好 還希望盡快找個工作 掙錢還貸款 如果長時間找不到工作 對她們的打擊是很大的 無論是打工妹還是女大學生 她們無非是想盡快能掙到錢 改善生活甚至補貼家人 在拼搏無望的時候 她們自然的將希望投向了二奶職業 當時深圳的二奶產業已經成規模化發展了 成了某些人時尚潮流的體現 還被港媒冠名二奶成 深圳二奶主要分兩種類型 一種則屬長期型 這類女孩的香港男友歲數較大 相對而言雙方已有感情基礎 關係比較固定 另一類屬短期型 雙方關係通常只維繫一年半載 更接近男女朋友的同居關係 通常這些女孩在南方長期不露面 且拒付包養費用後 乾脆挑明分手 並將家中的東西變賣 退掉租房 離開深圳或另尋男友攀附生活 據鳳凰衛視記者統計 光深圳黃港村的二奶就達到五萬之多 此外 八卦嶺 洪桂路 新州等地方的二奶也十分密集 至於廣東其他地方 如東莞的張木頭 二奶數量高分時近達到十二萬之多 有人估計 僅深圳市的二奶數量就不少於三十萬 很多香港人選擇讓二奶把家安在這裡 如果你跟這些女人聊天 她們都會不約而同的說起同一件事 過兩年 孩子她爸 就要給她轉香港戶口了 來自湖北鄉下的阿蒂 她的包養費從最早的每個月八千人民幣漲到兩萬 她每天打扮得清爽乾淨 上美容院做美甲 喝下午茶 與姐妹們打打麻將 晚上看碟或網聊 還有不錯的其身之所 她的工作很簡單 一個月只需陪男友四到五碗 而且每次還可拿到包 鞋 化妝品等禮物 對初中都沒畢業 又無一技之長的阿蒂來說 這樣的生活令她心滿意足 一個女孩說 在工廠打工 一天要工作 十二小時以上 累死累活才拿到幾百元 跟香港人生活 不用幹活 也不用操心生計 有什麼不好 人如果沒有自己的堅守 很容易被眼前的利益誘惑 被職業化的二奶越來越普遍 隨著香港經濟發展黃金時代的到來 二奶村的發展勢頭也越來越猛 二奶村的成員也變得複雜起來 關係也越來越利益化 有個叫小林的女孩 讀完初中就不上學了 聽說深圳能賺大錢 為了補貼家裡 就跟隨同鄉來廣東打工 起初就在廠子裡打工 住在宿舍 沒多久就搬出去住了 她遇到了一位香港富商 對方說是單身 在外經商很辛苦 希望和小林一起生活 剛步入社會的小林經不住忽悠 忽裡糊塗就當起了二奶 後來小林知道富商在香港有老婆 還有一個女兒 然而就算知道被騙了 她也捨不得這安逸的生活 便名正言順的當起了二奶 富商向小林承諾 要是能給她生個兒子 就一次性獎勵她30萬人民幣 在那個年代 30萬可不是一筆小的數目 條件是生的孩子要給原配撫養 小林不能再見孩子 如果生的是女兒 那就給8萬 孩子還是給原配 小林欣然接受 因為她打工10年 20年都賺不到那麼多錢 小林生了個女兒後 富商很快就要把孩子送去香港 直到親身經歷了骨肉分離 她才覺得痛不欲生 她祈求富商讓孩子滿月再送走 富商一口回絕 並將錢按約轉給她 還讓她立馬消失 富商不客氣地說 如果還要糾纏 一定會搞得她身敗名裂 這時小林才明白 她再也見不到自己的孩子了 同時她也被富商狠心地拋棄了 二奶村的二奶們 大多經歷和小林差不多 也有沒生孩子的 但結局總是落寞的 中國加入世貿組之後 大陸和西方國家的直接聯繫 越來越緊密 也越來越容易 大陸的收入也越來越高 房價持續攀升 高消費的壓力 扼殺了港人來深圳包二奶的念頭 他們感覺包二奶太貴 租房子更貴 如今 香港的經濟增長受到內地經濟衰退 以及中美緊張關係的拖累 香港的外資撤出將會加速 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地位 還在繼續下降 在經濟持續下行之際 一些港人難以維持包養二奶的生活方式 這些金絲雀們或變賣家當 另密高知或重返職場 他們就像依附於富商而存在的一種財產 隨時面臨被剝離的風險 一位被港人先後包過四次的二奶說 如今港人包養二奶已經沒有良心 因為經濟不景氣 他們不考慮二奶的終身制 改為月租制 近幾年來 黃港村已看不見香港司機大佬 據業內的人士說 香港司機已經在大陸消費不起了 這個行業的年薪收入 差不多已經降到20萬港幣 與物價上漲背道而馳 別說再養個家 一個月能和深圳的情婦見上兩面 已經很不容易了 他們每天在路上的時間 往往超過12個小時 頂著疲憊甚至靠大蒜來提神 才能勉強維持收入 中港車司機就是香港諸多領域的一個縮影 很多紅火的行業如今已經走向落寞 如今的黃港村退去西日繁雜喧鬧 走進村裡打聽關於二奶的消息 除了當地的老一輩 已經很少有人知道曾經的內幕 站在黃港村排訪放眼望去 街上多是行色匆匆的上班族 二奶村已然成為過去 經濟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二奶村的興衰 在香港經濟衰退的背景下 深圳二奶村正在被時代大潮所淹沒 可以說 香港正在衰落 深圳的遠景也大致如此 包二奶高昂的成本為普通人所承擔不起 但對於中國那些貪官或富豪而言 卻恰恰不是問題 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洛杉磯 也有這樣的二奶村 從近洛杉磯以東地區起伏的山欄中 有一片漫山遍野的別墅室住宅區 順著山路向上開 山坡和山頂上一東東別墅臨次致比 房前屋後花紅草綠 這就是洛杉磯羅蘭港 新聞媒體在報導這地方的時候 給了它一個英義的專用名詞 二奶Village 而不是通常所稱 Mistress Village秦富村 據稱 中國的富豪和高官們 以管理別墅的名義 一致千金購買豪宅 讓二奶堂而皇之的入住 權貴富豪們不能常來二奶村 通常每年來一次住十天半個月 就得回國 剩下的漫長日子 就由住在豪宅裡的二奶獨自打發了 這裡的二奶們不僅住豪宅 開豪車 平時他們沒什麼事做 閒得無聊 白天逛街下館子 買衣服 洗頭 美容 修指甲 因此羅蘭港一帶中餐館 花仁開的美容院 服裝店 音像品商店 城行城市 家家生意興隆 晚上他們常常聚在一起玩牌 甚至打通香麻將 二奶們在這裡不愁吃穿 享受美好的環境和新鮮空氣 過著自由自在的生活 二奶們的身份 經歷和愛好都比較相似 他們愛扎堆 有共同語言 也可以互相照顧 所以其房子都買在了一起 於是二奶村就這樣逐漸形成 並被周圍的華人叫出了名 這地方二奶之多 有一個現象可做證明 在洛杉磯國際機場 中國航班的出口接機處 你每天都可以看到 有華人少傅們在交集等待航班降落 不一會兒 每當一位老男人走了出來 便有一位少傅欣喜若狂 上前擁抱老男人 然後挽著老男人的胳膊 登上奔馳或寶馬汽車 直往羅蘭港市去 這些二奶還有一個共同的特點 就是年輕而且漂亮 其中不乏歌手 演員 可是歲月不饒人 再年輕漂亮也經不起時間的消磨 如今這些二奶們 要麼已經和正妻開展奪夫之戰 起調正妻晉升夫人 要麼重新嫁人做了別人的妻子 還有實在嫁不了或不想嫁的 就把這裡的房子賣了 賺上一筆再買個便宜的房子居住 這些年來 洛杉磯的房地產一直火爆 銷售價格 年年增長 這裡的二奶們更加瀟灑 早已攢下一筆豐厚的財富 男人們的離去也不再患得患失 中共貪官們以包二奶向情婦為榮效 包二奶更成為官場潮流 據有關統計數字 在被查處的貪官污吏中 95%都有情婦或二奶 大陸的貪官偉大不掉 從大陸發展的趨勢來看 貪官污吏和富商們演繹的二奶文化 已成趨勢 好 以上就是這期節目的所有內容 感謝您的收看 如果喜歡我們的節目 請點讚留言並轉發 也一定記得訂閱我們的頻道 下期再見